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同学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画面假如不小心关掉的话 因为可能有同学看到那个叉叉 就很手咬就把它关了 如果你假设画面变这样的话 那怎么不让它恢复 记得哦 左边这一块叫做专案总管 它放的位置在哪里呢 是在检视里面 所以你在检视里面有个专案总管 那你只要能够找到专案总管 那其他东西就可以恢复了 专事专案总管 OK 那程式在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Module 1或Module 2 你打开看看 如果不是Module 1 那就是Module 2 你可以把它打开 并且可以把它关闭 OK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之前有同学 就是可能因为底下这一块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那叫属性四窗吧 属性四窗如果你叫起来的话 那很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会把你的模组给遮蔽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怎么样 因为遮掉了 他按右键 没看到模组 就一直要增加模组 然后又被遮住了 所以他又没看到模组 所以他一直按 他发现了 他后来发现了 原来模组增加了一大堆 所以如果没有用的模组 怎么把它删掉 你先确定一下 怎么知道没有用 打开来就知道 里面空的 这个没有用 按右键 把它移除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将来 模组当然你可以全部写在一起 就是全部都把程式写在同个模组 可以 可是他没有分类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模组里面 OK 他如果没有用按右键把它移除掉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汇出 你按否就可以了 有没有 module 3就不见了 那这个module 4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要不要汇出 不要否 OK 那就恢复了 另外也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个module的名称可不可以变更 可以啊 你要改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怎么改 以下的属性一定要出现 所以如果你有属性没有 那没办法改 所以属性一定要叫出来 属性四窗 你会发现你点了这个module 1 对不对 下面就有个name 你会发现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 这个是这个module 不要叫module 1 我要叫module 这个是写VBA 所以我就把module 1 改成module底线 叫VBA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我是建议的 如果你如果真的要用符号的话 只有一个符号是安全的 就是叫underline 那千万不要用减号 因为呢 如果用减号的话 很容易造成程式发生错误 OK 这一点的话 这也应该是 算是写程式久了 大概就会知道 但是没写过程度不会知道 所以建议 命名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用 那个什么呢 符号的话 只有一个符号是安全的 就是underline底线 减号 加号 什么特殊符号 都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将来可能会出错 我是说可能 可能会错 也可能不会错 所以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我是建议你还是避免 这样比较不会造成你以后的困扰 OK 好 那所以 另外module 2怎么做 module 2可以 把module 2 加个底线 然后这个叫聚集 所以 其实好像用中文名称也OK 但是我发现 有很多的程式语言 他不见得可以用中文 OK 如果你用中文的话 很容易发生 不确定的错误 像python 有一些地方 也不能用中文的 如果你用中文的 就是一定会出现错误 还有像什么 像appinventor也不行 appinventor连那个 那个专案名称 也不能用中文的 OK 好 那这个 VBA部分就没这个问题 打开就OK了 所以以后记得 你这个环境 记得 假设 你尽量不要手痒 如果你真的手痒 关掉 千万 比较 觉得好像很害怕 因为之前有同意 就关掉之后 马上就觉得很悲剧 恐怖 糟糕 怎么办 其实没有怎么办 很简单 找到那个什么 点试 专案总管 也就恢复了 然后把点试再打开 就可以继续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跟各位说一下 有关那个VBA的环境设置 那另外次的大小 我是建议一定要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 看写风格这边改一下 OK 然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思考 下一步 就是说 门号公式 清除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做什么呢 我希望把这边改一下 就是我门号公式输出的时候 我不要让我看到的结果 是涨一个公式 而是呢 我希望说出来 就是涨这样子 然后放在上面 也就是说 我要得到的 就是最后的手机号码 而不是那个公式 那你想说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丢一串公式 如果存在Excel的话 你会发现 哇 那个档案会越来越大 OK 如果你丢号码 当然没有几个字 如果你丢一串公式 所以你两个都是VBA 也做得到 但是问题是 第一个 存档的档案大小 就会有差 尤其是你资料越多 哇 那差距越大 第二个的话 执行效率有差 为什么 因为你是把公式丢到Excel里面 让Excel执行 所以有时候跑会 跑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哪个比较好写 其实丢公式有时候比较好写 为什么 直接你会写Excel 你就会把它转换成VBA 像刚刚那个方法 可是呢 如果你要转换成 不是公式的方式的话 你可能要思考 哪个地方 就是说原本的话 你假如说用Excel里面 有一些方法 你可能要改 比如说 这边的话 我们用Test函数 可是如果我今天在VBA里面 处理完再丢的话 那你就要思考 VBA里面 要用什么方法 可以做出跟Test 一样的结果 可以改成叫门号两个字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再来就是 第三个按钮叫门号 OK 那做法是跟这个很像 可是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是说 我要处理完之后再丢过来 那怎么处理完再丢啊 其实这个做法跟之前用Excel里面的公式很像 开头应该是09 有没有 然后09你可以 先打个09 输出一下 你会发现09出来了 但是0不见了 因为一定没有0开头的数字 真的空一个 加一个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 这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电信业者把它串到09的后面 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电信业者的这个讯息 放在09后面 很简单嘛 就是有点像这个储存格的形态 那如果我要指向这个储存格 我要怎么指 很简单 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Sales 刮胡I列的一栏 把它复制到后面 然后把E改成F就好了 这样不就OK了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先放到这边来 然后跟前面的09串在一起 然后串完之后呢 再丢到这边来 这个是哪里 这个就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再换下一个 NAS之后4变5 再换下一个 一类推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样跑 你会发现0911 有没有 因为0 也是被去掉了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数字 那 什么情况下 0不会消失 只要有 A数字 字源在里面 后面就可以 所以后面我再串一个END 那什么 一个减的符号 再串一个减 那因为减 并不是数字 如果你把它串在里面 就按执行 你会发现 0就会保留了 OK 有没有 那后面再来怎么做呢 再来就是084 有没有 再来就007 诶 这问题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 要送出008 不过这个格式 好像是 这个其实是84 这个是之前 看的格式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 恢复成通用 它影响84 那当然你不能说 老师我知道 我就直接把那个什么 G栏的东西串在后面 那串的话怎么串 把这个G栏的东西串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Sales ID的 复栏 一样复制到后面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G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现在执行的话 变成什么 执行 变成84 诶 那怎么变084 之前用Test 特别之前 那个Test函数 是在那个 Excel里面用的 如果说你要在VBA里面用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另外一个 我刚好查过了 其实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那我怎么知道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很简单 你打VBA就可以了 VBA 点 有没有发现 这边会列出很多清单 其中有一个叫Format 我查询了结果 Format 或者你可以查Google 或者查 那个 Excel里面的说明档 你把它放在Format 点两下 然后刮核就可以 然后呢 他要把我们的Sales I列的趋来 就是084以下的 后点 其实Format 跟用法几乎一模一样 第一个是放什么资料 第二个是放它的Format 就是格式化的语言 就是三个零 就是三码的意思 然后后刮核一下 好 其实这样的话呢 等同于 在Excel里面用Test OK 做好 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来弄弄看 OK 你可以 把这个浮动在上面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 一边做完之后 然后一边可以执行 有没有发现 084出来了 OK 所以这边注意 其实 这边主要是用了什么 VBA 点 Format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VBA点 你加也没关系 那你加可不可以 那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加了VBA点 它好处就是 会帮你把所有的函数都列出来 那你方便 你去用选的 至少你的函数名称 不会打错了 OK 所以这一点跟各位讲一下 那另外顺便讲一下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VBA里面 到底有哪 有多少个函数可以用呢 那有没有一些说明档案 可以让我知道 其实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Format上面按F1 或者在VBA上面按F1 这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跳到那个微软的官网 有没有发现 它就教你Format函数怎么用 说明 就在底下 语法 设定等等的 底下都有说明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全部的话 你可以把 它左边的清单 有没有往上一下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函数 函数里面有个盖棺 有没有 这个盖棺的话呢 指的就是所有VBA 有没有 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 那它 虽然说它翻译叫函数 如果函数跟函数 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翻译的名称 不一样而已 那英文名称都叫Function OK 所以特别注意 有个简单的 底下这边 所以如果你想要全部彻底了解的话 当然我是建议你 可能还是要做一点功课吧 以前我都会做笔记的 有没有 把它做分类 然后至少知道说 VBA以后呢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用哪个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不用死背 可能就是用久了 慢慢用查了 也可以知道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按FM VBA等format者 所以刚刚这一串 有没有format者 然后用选的 绝对不会错 format者 然后钱瓜糊 格式化哪一个 格式化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话就是 Sales ID 的居然 所以可以拿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 我的习惯是 拖拉加Ctrl 键 这很快 拖拉加Ctrl 键 实际上就是 复制加贴上 就Ctrl C,Ctrl V 不过更快 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要单手写程式的时候 那这一招就比较管用 因为我现在一只手拿着麦克风 所以另外一只手 只有一只手可以写程式 所以用这一招还蛮快的 然后把这个 改成V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对点 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 0,0,0 破双以后 刷符 OK 这样就搞定了 那执行完一个之后的话 那 出来的话 007怎么产生 一样吧 这个跟之前有点类似 那就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 复制到M 从哪里复制 09 这个后面这一转 复制一下 然后再贴到它后面 还记得 end都要 空白都要 空白到end 这边 复制 然后贴到后面之后的话 再把这边改成H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试一下看看 应该OK了 把这边run一下 OK了 那差别就在哪里 这边是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 那可是这样run还是不方便 你想说老师 这样子 看好是什么 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怎么产生 那不是有两个吗 那你想说要不要删掉 如果你要删掉很简 按右键剪下也可以 剪下其实就等于把它拿来删除 或者delete也可以 那其实你可以不用删掉 你可以怎么做 按右键之后 你可以重新指定聚集 把这个举例指向哪里 门号公式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门号公式 按右键复制它的名称 就是你重新指定 OK 按确定 然后再把上面的名称 重新再贴上 它这个按钮 就换了一个名称 然后呢 也可以执行不一样的东西了 OK 这个就完成了 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按右键 重新指定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什么 聚集录制都已经叫清除 现在又叫清除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选对 应该是选这一个吧 有没有 module VBA的清除 然后这个就不用复制 因为这个名称好像一样 OK 所以这个就清除 OK 那如果呢 要把刚刚做的那个门号也加进来的话 我是建议啊 你当然前面讲过是 你可以用插入里面的按钮 重新拉一个 不过我是建议啊 推荐各位用另外的方法 就是呢 你直接拿这个按钮复制 然后在这边贴上 它移一下 你想说为什么要贴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重新再拉一个 大小一定不可能跟它一模一样大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贴上 拿来改 最简单的 尤其是如果你按钮很多的话 我是建议啊 你千万不要一直拉拉拉 拉到最后每个都大小不一样 看起来真的很丑 对 那我自己个人习惯的是 我先做一个 然后复制贴贴贴贴贴 然后改改改改 这样就OK了 在效率最快 所以写一个VPA程式 真的不是花很多 不会花很多力气 很快就做完了 而且成效还蛮大 还蛮有成就感 而弄起来 你整个感觉 效率整个大幅提升 那只是说我发现 真的会这些不太困难 可是却很有效 然后整个产业也非常需要 有撰写这方面能力了 只是说好像 可能大家慢慢的有知道要学这些 但是还是缓不济其 所以我建议可以花一点时间 那主要的精神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学什么 就是好像针对城市去 其实主要就是你的关系 就是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 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城市原来 可以让你的工作变得有效率 然后相对的 做起事来也比较有成就感 然后也比较有希望 我觉得整个感觉 因为你多很多时间出来 你比较不用一直干干干 OK 那最后的话 把这个门号部分再加上去 就完成我们三个按钮的部分 所以最后做出来 我是希望看到 按下那个门 公式的时候 它得到的就是公式 按下清除 就可以把这叫清空 然后按下门号 就得到最后的结果 大概今天 原则上大概就做出 这三个按钮 请各位试试看吧 我们下车点击